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逐步成长为童星 但是那个特定的特殊时期 作为童星想要在演艺圈发展并不被看好 镇天广之经过短暂的成名后 一切都恢复到读书升学的常规生活状态之中 家庭的窘境让镇天广之更早的成熟起来 愿意对表演的热爱 镇天广之在初中时 从加入千业电影俱乐部入手 清新学习表演技巧 进入大学后还主修电影课程 为以后从事演艺活动奠定理论基础 年轻时候的镇天广之长得帅气迷人 身上沉稳内敛的演员气质 让他的演艺事业顺风顺水 1978年镇天广之出演动作电影 柳深家族的阴谋正式出道 他不仅演技一流 而且在武术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实力 早在国内一年级的时候 他是在千叶真一门下学习武打 如今已经拥有空手刀黑带刺激的水平 从纯属意外被星探发现进入娱乐圈 到如今享誉海外的日本演员 镇天广之成为日本演艺圈的骄傲 2003年 镇天广之与汤姆·克鲁斯 杜边千连倍出演战争片《最后的武士》 他饰演的世男武士 用独具魅力的表演让人折服 与杜边千水饰演的武士首领一样 镇天广之把武士那种不屈的灵魂 演练得入目三分 2005年 镇天广之参演由国内著名导演陈凯格指导的 东方《喜欢史诗》吴吉 在这部《中日韩》合拍的大制作电影里 他饰演战无不胜的光明战神 一身鲜花盔甲让他转足了眼球 除了贡献精湛的演技之外 镇天广之也打开了进去海外市场的大门 凭借这部电影的精彩表演和魅力颜值 让他在国内生命远播 而据幕后花絮所说 在拍吴吉的时候 张博之在和镇天广之拍摄亲密戏的时候 张博之的全身都被对方磨变了 而张博之却称 这只是一次床上运动而已 2005年 陈凯格带领5G剧组人员接受采访 有记者问镇天广之 相比日本女演员 跟张博之拍亲密戏 有什么不一样的 镇天广之通过翻译回答 张博之是个天才 他没开始的时候有点紧张 但是开始之后就要表现得非常专业 拍摄现场只有摄影师 导演和我们俩 所以拍得豪爽 这话一出 众人顿时一片哗然 镇天广之通过翻译才知道 意思被误解了 联盟通过翻译加以解释 豪爽的意思是拍得很顺利 这么一解释 众人才知道理解错了 而有记者问张博之 跟镇天拍亲密戏 有没有觉得尴尬 张博之坦然的回答 我一点都不尴尬 因为我们都是在工作 并没有什么占便宜的想法 而且镇天广之非常专业 其实那场戏 我的全身都被他摸遍了 但是我们并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 就当成一次床上运动而已 这种在记者 或者是观众眼中占便宜的行为 在张博之眼中却是工作 而且在他嘴里说出来 也是非常自然 未来将在电影中 呈现出更好的效果 张博之拍戏其实非常认真 收回镇天广之 2013年 在曼格爱科幻片 《金刚狼2》中 镇天广之与修杰克曼 领先主演 他在片中饰演性格 古怪高冷的日本武士 石智田信玄 与饰演金刚狼的修杰克曼 有很多对手戏 这部电影让镇天广之 在好莱坞积攒了不少的人气 特别是空手道出身的他 在与金刚狼对准的动作戏方面 显得游刃有余 精彩程度很高 除了古装片和现代剧 镇天广之 还是太空题材科幻片的常客 除了《太阳浩劫》里 尼卡洛斯二号飞船船长 兼太阳救援小组的队长 凯恩达 他还在2017年 上映的《太空惊悚》片 一星觉醒中 扮演飞机工程师 村上秀 在片中 镇天广之饰演的村上秀 沉闻冷静 心中有所牵挂 演绎了一种矛盾的人生状态 在全球瞩目的 漫威电影宇宙的收官之作 《复诸者联盟四周》 镇天广之更是饶有兴趣的 客装里把黑帮老大 虽然戏份只有一场 但是从片中的具体表现来看 他与应演的那场戏 始终成为摄像镜头的中心 可见他这个客战角色 还是有一定分量的 不过他风流倜傥 事业上经历业业取得成功 感情上却饱受指责 镇天广之在日本艺人当中 算是出类拔萃那种 不仅在海亭外 享有很高的声名 而且他本身就长得帅气 英气逼人 特别是不如中年之后 更有一番大树味道 十足的魅力 特别是他戴上眼镜 续续胡子的模样 在年轻人面前 确实就有很强的吸引力 镇天广之在演艺世界上的 兢兢业业也是有目共睹的 无论是好莱坞 还是中国内地 他与很多导演和演员 都有过合作 对于演艺无辜界的精神 他很好地取出了这一点 在演艺事业上 他从三次获得日本国内 蓝丝带影帝殊柔 在哈罗屋也是混得风生水起 事业可谓丰收 虽然在事业上 取得了让人称道的成功 但是镇天广之的感情经历 却没有想到饰演那般风顺 他风流倜傥的个性 在感情生活上 常被人诟病 陷入不良绯闻和负面报道中 镇天广之的妻子 手中李美 也是一名演员 在结婚九年后 镇天广之出轨了 他因戏生情 爱上了当时一起合作 并且比他小15岁的女演员 夜月李旭菜 当镇天广之跟夜月李旭菜 产生婚外情史 他的妻子正怀着二胎 有了感情污点的镇天广之 选择了跟手中李美离婚 但他也没有选择 跟夜月李旭菜结婚 而是支付了一亿日元分手费 几年后 镇天广之成为了好莱坞明星 没有再婚 独自扶养两个孩子的前妻 手中李美会议这段往事时表示 他其实没有想过离婚 他对镇天广之是包容的 没有恨 但无奈 他身在草影 心在汗 所以就接受了离婚的事实 如今即将到花甲之年的他 还是截然一身 不免让人有些感慨 年轻时的镇天广之 确实很帅 梅雨绝 酷似白雨 但或许 就是长得帅 让他对婚姻 没有敬畏之心 出轨 也成为了他 演绎生亚上 唯一的黑历史 这个坚毅和温柔 病重的男艺人 曾经有过遭人指责的过往 但是真材实料的演技 确实不能否认的 说到最后 在镇天广之身上 兼具的日本传统文化 和武士不屈谨慎 让他不仅在日本国内 大受欢迎 在海外也是再生不断 对于每一个电影角色 他都能够演绎的 打动人心 令人信服 抛开演艺圈的 大眼纲效应 从他的演艺成长时 可以看出 他的拼搏和学习进取精神 由于年轻帅气的模样不在 却以另一种成熟大叔的形象 成为活跃于 大荧幕的魅力演员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咔咔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了